这是PS5三周末 总算攒齐了牛魔套 一路平推过来非常爽 所以想试试用镜子法打杨检 看看打不打得过 还是挺有挑战的 这个也不是我第一次打它 先说装备吧 牛魔套加混铁棍 这套装备在二周末结束的时候才能拿齐 最重要的是它有霸体 所以敌人是没有办法打断你的出招的 所以这样的话打石破和切手都很容易 打之前我先换上了大胜套 然后把金破换成大铁球 然后搬个雷火印给加了上去 这样的话把法力和生命值都推到最高 因为要用镜子法嘛 法力值和生命值会变成镜子法里面的攻击力和暴击 其实吃点药可以变得更高 但是这次就懒得弄了 出门先拍胸脯 开镜子法 然后把牛魔套整个换回来 金破改成不能 这样的话攻击和暴击都会增加 然后把针丸里面的三个雷火印 换成日金乌 月玉兔和薄山炉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减伤 好 然后就开打了 这段路真的很长啊 不知道你们都跑了多少遍 我反觉是跑了无数遍 一上到坡顶它就晾雪条了啊 这时候不用急着上前 先吃药 费力完 分尸完 俯虎完 一样来一个 然后往前跑 不要太靠近啊 否则看不清他的动作 他飞起来以后 手上三叉戟一辆就要闪身 对不然就要挨一头新凉 然后他跳起来 立刻回转 砍了两下再撤 被他狗咬了一会 牛魔的特点就是可以一路狂砍 他不会不会被他打断 所以可以追着他打 切手剂 只要点够了就来 运气好的话 还能打出疑惑 威力还是很强的 一半血左右 我一半血左右 他就开了 喝一口酒 然后躲远点 这时候换针利棍 让他砍一刀下来 可以立刻飞起来 然后打他一下 哎 不知道为什么我掉手 不过没关系 再打他一下 然后赶紧换回批棍 接着打 这小招吃就吃了问题不大 这招要赶紧逃 手一闪就要躲 穿牛魔套比较容易打出失货来 尤其是在第三棍第四棍的时候 并且就算没打出来也没关系 切手也是很猛的 好失货 看这就比较容易 直接给他干到第三阶段 这时候活收酒 我忘了算他那个激光是第几道了 所以就随便躲一躲 中了也没关系 下面他发个大招 这招不能吃 可以用花棍给他全披了 然后在他闪光的时候 往前扑一下 否则会挨揍 然后接着砍 没事 他的 他的盾条又满了 但是没关系 哎呦 发现雪没有了 所以倒一口酒 然后追着他接着砍 你打的底下他就受不了了 要往回跑 估计要发大招 啊 不过没关系 就随便吃一吃 这招 这招不能吃 要赶紧跑 用快速跑就可以 用闪红光的时候赶紧往前跑 对 我跳太多了 其实跳两下应该就OK 从前冲 这招 这招太无耻 我批不到他 脱地板很容易走 每个Boss都可以走 你能走多远 哦 这招千万不能吃 一吃就挂了 喝口酒 他的盾条已经快没了 这时候 找准准机会就得干掉 来了 真危险 我看着都眩 小心走 水真难秘 哎呦 吃了个大招 好在雪 好在葫芦已经满了 刚才 我一直在想 他BB的时候赶紧喝酒吃药啊 都没问题 好 盾条打的没了 现在可以进去狂消的 没办法 咱们学校再过了 过了 希望下次能打路上 詞曲 李宗盛